高雄市議員賴文德在市政總質詢時 針對多項原民議題提出建言與討論 對於語言文化傳承與保存 他認為應該要多加推廣 至都會區的原民朋友 增加他們對文化的認同 也讓更多原民朋友都有雙語的能力 我希望我們市長跟我們的教育局 對我們偏鄉的文化教育 除了要非常的重視關心以外 尤其針對我們的都會區的原住民的教育文化 因為他們離開我們部落 他們的文化一定要保存下去 尤其是孩子的一個國中小的一個教育 我們當然希望在我們的雙語 比如說我們的英語 我們的母語一定要加強 尤其是我們的母語 希望每一間學校 只要是有原住民的小朋友 一定要加助有一個專業的母語老師來教導 此外針對都會區原民朋友的居住及就業問題 賴文德都希望市府能夠加強關心 並且給予協助 而在原商的建設 賴文德也希望市府能夠提供安全的場域 作為緊急時刻的避難場所 我們每次在成立這個應變中心的時候 在我們區裡面的 我們都會安置在我們的活動中心 來做一個避難收容 那這個是平常時期的一個 有一些風災的時候 當沒有風災的時候 平日我們希望言明會跟區公所 一定要找一個安置的地方 安置比如說我們特殊有一些問題的 或是不舒服的 甚至鞋子回家 無法到達家裡 可以安置在這個住所裡面 這樣可以減輕家長跟孩子 跟我們部落的問題 今年初因為遇到豪雨 造成山區的道路受阻 面對這樣的極端氣候 希望市府在原商的道路與建設 相關準備必須更加完善 來照顧原商民眾的生活安全 記者李佳龍 潘文玉 高雄報導 我們的路頭預想是這個樣子